今天的主播到你家 我们要来到知名网路团购主 渔夫渔妇的猫奴宅 幽默风趣又爱笑的 佳佳阿如夫妻俩一起打拼事业 不但开设了Podcast频道 累积一票粉丝 更把网路团购经营得有声有色 三年前呢 他们在新北树林 以一瓶39万的价格 买下全壮57瓶 室内40瓶的新房子 为了家中的三个宝贝儿子 三只爱猫 更花了近500万 装潢成漂亮耐用 又方便打扫的亲子宠物宅 还设计出了一个下城式的大客厅 超级适合小朋友 哇 有三个小孩 跟三只猫的家一定很热闹 我们赶快去看看哦 嗨 哈喽 哈喽 你们好 哈喽 哈喽 你们好 哈喽 哈喽 你们好 哈喽 欢迎来到渔夫渔夫的家 哈哈 渔夫 渔夫 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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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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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终于来到你们家了 大家赶快来看这就是传说中的下城式客厅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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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选秩的家庭呢 他们会把它做在像一个区域 所以它就不太是说整个好像连在一起 就不像传统式的可能就是摆沙发啊 或是什么茶几这么无聊 那我们可以进来看看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迫不及待想要進去 欸這很像那種小朋友的球池啊 還是什麼 泡溫泉那種 欸其實人家說泡腳池 泡腳池 放水啊什麼的 然後放那個腳皮的小魚啊 但這邊應該是不能放水啦 這邊其實是可以放沙發 就是說它可以在四周都可以做之外 這個墊子是不是還可以拿下來放在中間 對它如果全部拼下去 就會變成一張密合的大床 所以像小朋友週末的時候 他們都會睡客廳 然後看電影 好溫馨喔 你們家有為貓咪做很多他們的設計對不對 對 可不可以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這樣子 好 那等我 好看啊 GT 我們的那個電視牆 主要其實就是給貓咪的貓總道 所以它其實是從這邊上去 然後它就會這樣 而且我們幫它做了這個指滑的 然後一路上去到這邊 很難佔位置喔 到這邊 這邊就可以下來是一個 然後這邊也是貓總道 所以這邊是透明的嘛 在他們走過去的時候就會看到他們的腳掌 所以他們常會趴在這邊 對對對 因為大部分人他們只會看到的是這個貓牆 因為最像嘛 就最明顯 但其實我們就是做 整面的 兩面啦幾乎是兩 對幾乎是兩面 對 而且還結合電視牆欸 對啊 對啊 因為這樣就不會犧牲掉這個空間 結果它不會斷在這邊很可惜 然後一路跑到這邊 然後平常都窩在那裡面嗎 白天如果有陌生人 或者是小朋友比較多的時候 他們就會比較在高一點小朋友 弄不到的地方 喔 小朋友平常跟他們是和平相處嗎 看心情 看心情 看心情這樣 好再來還要介紹一下 我覺得你們家真的很療癒欸 就不只有養貓 還有養魚喔 而且這個魚 是海水魚對不對 對海水魚 你們是先養魚再養貓 還是先養貓再養魚 我們是先養 搞不清楚 因為我們在搬來這個家之前 其實貓就跟著我們了 喔 但是在前一個家我們是租屋嘛 我們也有養魚 喔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是 算是同時啦 但就有點忙不過來是真的 欸但是這麼大的一個魚缸 這多長啊 九尺 九尺 九尺幾公分 兩百七 所以當初是進不了電梯 是來這邊一片一片黏的 那其實這個也是你們家的 算財位對不對 就是進門的對頭線這樣子 對 對 擺這麼大一個 很賺喔 畢竟都付了五百出去了嘛 這招是你們的 算是大書桌嘛對不對 對 你看大概就是這樣子 平常我在忙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來蹭 一直來蹭 你看裝忙裝忙 欸那你們平常錄Podcast就是在這邊錄嗎 嗯沒錯 真的喔 在這邊錄 我們設備在下面 拿上來就可以錄 你要拿上來嗎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你們平常在錄音那樣子 可以架一下 可以啊 大家好我們是漁夫漁婦 我是漁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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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開始囉 欸我覺得你們家的地板啊 真的是我很想要特別介紹一下 真的喔 是不是因為材質的關係 就是對我很想問你們說這到底是用什麼材質去做出來的這樣 因為他跟一般我們看到 譬如說超耐磨地板啊 木裏板都不一樣 而且他是無縫的地板 對 當初我們是把那個瓷磚打掉了 然後他直接是鋪水泥 不過在水泥之前他有什麼抗裂層啊 什麼一大堆層大概六七層吧 所以他其實鋪起來是水泥啦 因為他是無縫地平 所以我們光是地板 大概就用了一個禮拜 因為他每一道刷完要等他乾 而且這樣的地板真的很適合養貓咪啊 還有小朋友真的爬來爬去都ok這樣 對因為很好清 他不會卡髒啦 所以我們就基本上是每天開瓷地機器人 哈囉那接下來看看 佳佳跟阿如幫小朋友準備的小孩房啦 你們家的小孩房真的很 我覺得很溫馨 很可愛啊 很可愛啊 而且大家可以看喔 你看他們多舒服啊 這個感覺使用到現在滿不滿意 滿意喔 那哥哥呢 你會從你們那邊偷看他們睡著了嗎 還是就不管他們 那都直接闖進來 你們睡覺醒會不會在那邊聊天 會會 會 那你們聊什麼 聊什麼 很用心耶 你看這邊 然後 然後哥哥的床也是這樣子 然後還做一個高低落差這樣子 因為台灣比較少 就是小孩房會做的 比較有特色嘛 就是大部分都是上下層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就是不要這麼一般 但是因為我看了很多 多半就是因為空間還是有 有局限 所以我們就做成L型 可是L型如果又是同一個高度的話 又不是這麼的有趣 所以就把它做成上下的高度 但是因為這裡有一個問題是 像你看下面這個是窗嘛 其實這邊是一個大窗 那大窗我們如果卡在這邊 我們就會有墜落的危險的問題 所以當初才也是用就是客製化的百頁 直接讓床壓住百頁 它就打不開 它頂多只能夠手伸進去把窗戶打開 而且它又可以這樣調光 這樣可以這樣調 好用心喔 就是變成說你要有趣 可是你還是要顧到安全 今天來到你們家真的覺得很溫馨 然後好可愛喔 然後到處都覺得是很實用的裝潢 對 所以想要幫觀眾朋友們問一下 如果家裡面也是想要裝潢那種 親子宅啦 然後寵物宅啊 貓咪宅 有沒有一些比較實用的建議這樣子 在裝潢上我覺得是提早規劃 對 因為我們像一家五口東西是蠻多的 對 所以通常我們就是先把那個收納規劃好 因為其實我們都不喜歡 就桌上啊桌面上櫃子上放很多東西 對 所以像這個沙發下面的都是抽屜 然後這邊整圈的 對 就不會看起來那麼軟 對 那阿努爸爸呢 煮氣 就是貓咪的部分是 因為這些都 一開始規劃好才不會 拼拼湊湊這樣 因為拼拼湊湊也可以啦 但就有點可惜 就沒有辦法有一提 後面要再加進來就會亂掉 對 而且像我們的電視牆的那個 貓走道 他其實是有考慮沉重的問題 所以他沒有辦法是盯上去 他要直接包進去做 所以他才不會 例如說貓咪假設你家真的養一隻很愛吃的 啪啪啪就突然斷掉 那就不行 所以這種都要提前的化好 然後或者你要跟你的設計師討論好才有辦法 那至於魚缸也是啊 因為我們的魚缸它下面 是要藏一些過濾的器材嘛 這種東西外露就很醜 沒錯 對所以我自己是蠻追求要家裡乾淨跟好看 那你就必須要把很多東西藏起來 那藏起來你就得要有規劃藏起來的地方 那種東西就是 你既然弄下去了 你如果後面要再加 那一定是露出來的 是所以看起來視線上都是非常乾淨的這樣 500萬的裝潢花得非常直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的分享 主播到你家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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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囉 交換 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無理